新闻回顾与展望 一周望望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 听众朋友继续收听的节目是 两岸安居 在这周两岸间的新闻有哪些值得关心 今天要关注三个焦点 包括国民党主席暨总统猜选人 朱立伦访美之后的后续有关总统大选的议题 和即将在菲律宾所举行的亚太经合会 APAC的焦点 第三是法国遭受恐怖攻击 中国大陆有何反应和可能所采取做法 我们再度邀请王报总编辑网绰中解析 非常欢迎王总编您好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朱立伦今天结束访美行程 我们首先要来比较跟民进党总统候选人蔡英文 那么在之前她的赴美期中考 那么在接待规格跟会见人士似乎是相当的 我们想了解 这可以把它视为美方态度其实是不介入吗 还有后续怎么样观察两岸议题 还有在今天蔡英文也公布她的副手人选 这个朱立伦也渴望了会来公布她的副手人选 对于总统选期的影响 我们在国民党的主席 还有这一次国民党的总统参选 朱立伦在上个礼拜五 到美国白宫包括国务院和国防部 还有这个贸易代表署这些单位去拜会 那也会晤了美国副国务卿 那这一些的这个我们就像主持人讲了 其实也跟外界的认知以上 就跟蔡英文几乎是一致的 那一下看得出来 美方其实在有关对于台湾 每次的这个两党的这个总统候选人 特别是在台湾大选期间 美国通常要保持一个比较形式上的 这个公平和中立 当时能够百分之百 能不能做到这样子 那从1996年开始 这个总统的这个直接选举到现在 美国其实整个对台的政策 在有关台湾内部上 他在处理上都希望说能够做到一个中立 不干涉 其实这也是不干涉台湾的选举 不单纯就是美国 大陆也是这样说 不干涉 但心里头都也有所组建 但这一次朱立伦到美国访问 整体来说 规格跟蔡英文是一致的 那当朱立伦特别提到 就是说在会见中 那美方也肯定 习惠的这个对两岸关系有正面的发展 而且朱立伦也希望争取在TPP的 这个第二轮的谈判 那台湾目前台湾加入TPP 那这一直是 马总统在任内 现在非常积极希望在对外关系上 能够有所推动的 这两个很重要的一个 参与国际组织的这样子的一个动能 那当然这一次习近平 我们看到朱立伦访美 那当然也让各界对评价都不一致 那这一头大家共同的看法 是觉得这个朱立伦和美国 其实是已经建立了有效的这个对话的这个管道 那其实美国在这种态度上 我个人的看法 这种跟蔡英文去美国访问一样 都是一个过场 这个过场是必然要走的 但是双方心里如意 那美国的心里很清楚 那在台湾的总统选举 从过去到现在 美国不会明确的表态 在两档中做支持哪一方的 那这个场过完了 双方还是要各评真本事 接下来媒体还比较关注副手人选 您怎么看呢 因为蔡英文在今天 这个宣布他的副手人选 就是中原的副院长 陈建仁 因为蔡英文是目前来讲 民调相对是比较高的 朱立伦相对是处在一个劣势 推势的状态 所以副手人选对朱立伦来讲是更重要的 我们也非常清楚 现在国民党现在在欢祝之后 整个声势是不是能够很明显的提振 整个泛兰的选票 是不是能够很明确的凝聚 那找副手对于朱立伦来讲 也是一个很关键的时刻 那蔡英文因为整体来说 他的成绩是 整个民调来讲 一直到现在为止 都一直处在一个一定幅度的领先 那这样子副手对他来讲 当然能加分是最好 他真的还有更希望他的副手 能够在民进党内部来讲 他也是摆脱台系 而且能够有社会亲旺的 所以这一头两边选择方向当然不一致 但是我们也可以看到 朱立伦在副手这个礼拜三 就会明确 那现在传言非常多 我们也可以拭目以待 在未来两党的副总统人选出来之后 对于双方来讲加分的效果到底怎么样 我们可以来进一步观察 好 那么选战也只剩两个月的时间 我想这也是台湾民众非常关注的 当然中国大陆也相信 也会关心整个总统大选的结果 紧接着其实一个礼拜前 大家非常关注就是 马英九总统跟中国大陆国家领导人 习近平的会面 就是马习会之后 我们来观察他的后续效应 目前在菲律宾所举行的亚太经合会 非正式领袖高峰会会在18跟19号登场 那么当然在马习会之后 这次代表我们台湾出席高峰会的 依旧是前副总统肖万常 应该是会有机会来跟习近平展开消息会 而陆国会主委夏立言 这次也会出席IPAC会议 那么之前两岸事务首长 就曾经有两次在这样的场合会晤 这次如果再有下章会 我们是不是就可以将来解读 这马习会已经奠定了两岸关系的正面发展 当这一次在APEX会议上 那是不是有消息会 还有是不是再有第三次的所谓的下章会 那大家对于台湾这边来讲是非常关注的 那后来又传出说可能下章会取消 消息会也不会会了 但是其实以APEX的这个 非正式的这个领袖的这个会面 那大陆方面其实在同一个时间 台湾有相关系织出来的时候 也明确的表示这个萧和习会找时间来碰面 到底这种碰面方式是很正式的还是不正式的 还是什么样的形式 当两边都并没有透露 但是萧跟习是一定会会面的 在这一次 那夏立言跟这个张志军下章会会不会在同时来举行 会碰面 其实在过去的惯例来讲 都是双方派出的这个领导人 会面之后 那下面的人再进一步来商谈 那这个是不是现在有相关的这个议题可以谈 那这个部分我觉得在APEX 这个并不能以这个来当作两岸目前的这个风向指标球 这个我觉得并不能这样看 当在这个APEX国际场合 大陆一般来讲 他在处理有关跟台湾这个相关的政治人物的碰面 或者台湾相关的政府人员的碰面 他一向是比较谨慎的 所以马中总在过去两年 我这里特别跟听众朋友提到 就是其实过去两年多来 这个马习会是大陆主动提出来一开始 当然希望能够进行马习会 就是主动传达到马中总这边 那马中总也希望说能够出持马习会 所以我们都有这样的心意 但是马上是希望在APEX会议上碰面 但大陆是从头到尾都反对的 那因为APEX是一个在大陆 所谓的国际场合的国际会议上 而且是一个很重要的国际会议上 这样子进行这样子两岸的这个领导的会面 容易让外界认知到 觉得大陆可能会认同两个中国 或者是一中一台这样子的认知 我想这部分是很清楚的 所以APEX会议上当然在处理相关的这个会面 但是因为肖安厂毕竟已经是卸任的副总统 那夏里人是陪同肖安厂去 所以在这种情形下机会也比较少 如果说未来双方的碰面只是简单的寒暄 实际的碰面也不奇怪 当然都已经到了这个大会了 对对因为毕竟马席都会了 然后有重要的议题 现在管道沟通也是非常顺畅的 所以我们必须要从这个角度来看 当然整体来讲 这一次的APEX会议 关键还是南海的议题 大陆方面说现在可能有很多东南亚的国家 希望特别利用这个机会 包括日本甚至美国在后面 这个积极的希望能够在APEX会议上 讨论南海议题 那当然大陆就会比较故障难民 因为这些很多相关的APEX国家 对于中国在南海 甚至在东海的一些作为上 都有所担忧的 所以在这种情形下 大陆方面当然不希望APEX会议会 把南海的议题造成一个主要的议题 那当然这一头还有一个 就是有关各国加入TPP的这个议题 也是APEX会议上大家是关注的 当然TPP是美国在主导 所以在这个部分上 APEX会议上 那当然各界还有观看 加入TPP上跟美国之间的关系 也是进一步我们可以观察 那特别是台湾 是是没有错 这次APEX年会主题是定为 打造包容经济建设美好世界 将会也推动区域经济整合 作为优先议题 当然我们希望我们台湾这次 能够与会对于积极加入区域 经济组织有促进作用 当然也希望能够提振 全球比较低迷的景气 不过谈到这里好像又充满一些挑战 我们要谈的是 在日前法国遭受恐怖攻击 造成一百多人死亡 引起全球恐慌 是不是会冲击全球经济 当然这个反恐议题 是不是也会特别列为 这次APEX这种议题 可能会发表宣言 这次因为反恐攻击 菲律宾方面也说会确保 所有遇会者的安全 所以紧接着我们就要来谈 这样一个议题 就引起全球恐慌 或令人发指的 这样的攻击事件 包括我们马亚九总统 也都同声谴责 在怎么样观察中国大陆 在这起事件的反应 和他可能所采取的一些做法 因为目前美国跟法国 就是站在同个阵线 我们知道 其实在这一次 所谓欧洲版的911 就是巴黎的恐攻事件 发生之后 在礼拜六的早上 现在时隔两天之后 我们可以看到 其实它这个恐攻 对于全球的形式 包括政治和经济的形式 都有造成一些影响 当对中国大陆来说 大陆在今天 中国的外长 在集团体的外长会议上 中国也明确地表达 希望国际社会 要形成反恐的统一战线 但是大陆又要强调 反恐不能双重标准 那国际应该合作打击东突 就是大陆新疆的 维族的独立组织 其实大陆方面 一直对这个事情很有意见 你一直强调你要反恐 你这些西方国家要反恐 但是你对于我认知的恐怖组织 你又觉得不是 然后你甚至还支援 我的恐怖组织 这个其实从这个角度来看 这是美国在全球反恐 希望各国能够跟他合作的 一个很大的问题 特别是希望中俄跟他合作 两个国际上最大的国家 除了美国之外 两个国际就有影响 一个两个大国 要跟他合作反恐 他面对着 比如很多俄国认知的恐怖组织 美国不同意 美国不觉得他是恐怖主义 他甚至暗地在支持他 那他的认知只是 这个可能是争取独立的自由主义分子 或者是民族主义分子 他不认知他是恐怖主义 中国也一样 东突他背后 可能有一些西方势力在支持 中国也认知 这可能是西方刻意在颠覆中国的一个手段 那所以要中国才诚心的跟美国一起来打击 现在西方国家认为 首要的这个恐怖组织IS 双方其实内心还是非常矛盾的 非常分歧的 那甚至各有所思的 那再这样请一下 自然王毅的提出这个讲法 我觉得我们觉得 可以在估计社会上让大家审视 那当然这也非常有意思 大陆其实现在内部对于 这一次的这个欧洲版的911 那当然看法 这个不一致 那有一些人在他们的这个维系 这个朋友圈里头 或者是透过他的这个相关的一些交友软体里头 我们都可以看到 他们在发生这个欧洲版的巴黎恐攻之后 都表示对于巴黎的这个同情 很祈求这个巴黎世界能够和平这样的一个心态 但是有很多的一些大陆民众觉得 如果中国事实上在过去受到这个恐怖攻击的时候 比如大家印象最深刻的是昆明的 昆明的恐怖攻击 那也是新疆为主 那这个恐怖攻击 事实上也很惨重 法国并没有同理性来表示自爱 所以很多人对于上海东方民族的这个蓝白红的这个法恩西的这样子的一个颜色 打上这样的颜色对巴黎恐攻表示自爱的做法就很分歧 而且很多人也觉得说 其实并不是说他们听法国 跟中国之间就没有心结了 因为法国也代表西方阵营的一环 而且是最重要的阵营 西方阵营最重要的国家之一 那这样子的一些菜式 其实双方有一些分歧 也就是说在这样 现在的这一次的这个巴黎恐攻之后 那全球为了要打击IS 其实也让中美俄这三个国际的强权 其实也有一种重新在思考他们 在因应全球局势的一个问题 当整体来说 这一次巴黎恐攻 让中国大陆进一步的 它在国际社会上 可以展现它的影响力 那大家也要看中国 像在有关反恐上 它的能扮演什么角色 那同时中国也利用这个机会 来进一步的合理化的打击 国内的一些分离主义分子 那特别是像新疆维族的 这所谓的东途的东左旗斯坦 这样子的一些相关的分离的组织 那从这个事情 也可以进一步的看出来 其实现在研究的这个 从地缘政治角度来看 大家其实是互相影响的 那中国作为 遵求现在的这个 最主要的大国 其实它的这个国际的责任 也应该要进一步的来加深 这样子也是让中国 能够成为一个成熟的 这个强国 成熟的这个超强 好 后续我们就要来观察 中国大陆未来会对于 所谓分离主义或恐怖攻击 会有什么样的采取的作为 当然这一次的iPad会议 是不是有可能会就此来发表宣言 也是值得我们关注的 好 我们今天非常感谢 旺报总编辑 王冲冲 针对这三大熊焦点 为我们深入观察解析 非常谢谢王总编 谢谢您 谢谢主持人 谢谢听众朋友